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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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而且這個羊妹妹身上的這個羊毛 看起來就有一張好溫暖的感覺 真希望可以幫助羊妹妹睡覺 幫助羊妹妹睡覺 好像不太可能 羊妹妹有可能讓你那麼乖 可以讓你幫助睡覺嗎 這樣說起來好像也有道理 而且我家的空間 跟這牧場比起來 太小了啦 rating 揣 futures 菊妹妹也沒有生活的空間 看來啊 還是在牧場看羊妹妹好了 不如我們跟牠們拍幾張照自己 好啊 好 一起來照喔 所以自己比較好 跟它 stand 呀 好可愛喔 奇怪了 怎麼連拍照他們 口也不轉過來一下 你不要失望嘛 不如這樣好了 我想到一個好主意喔 我們可以自己做一隻羊妹妹 不但牠會讓你乖乖的拍照 而且還可以讓你抱著睡覺喔 自己做一隻羊妹妹 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啊 而且啊 牠的羊毛摸起來 跟真的羊妹妹一樣柔軟喔 你是說也有那羊妹妹 軟明明的羊毛嗎 怎麼可能 蛤 你不相信喔 那你等我一下 你去準備一下 待會兒我送你一隻羊妹妹喔 蘋果姐姐 你要送我一隻羊妹妹喔 這個 好是好啦 但是喔 我家是公寓耶 我羊妹妹吃草 那我不是要種很多的草 羊台那麼小怎麼種得下 而且羊妹妹會 會很臭 怎麼辦 蘋果姐姐 可不可以送我迷你的羊 小吃的就好了 小吃的就好 這羊妹妹 今天我們要教小朋友做的是 毛茸茸的綿羊 綿羊要怎麼做呢 好 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喔 這是拿出這個毛球製作器 記得嗎 因為綿羊它有白鋪鋪的身體 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白色的毛線 在這個毛球製作器的旁邊 都把它繞得滿滿的了 像這樣子 小朋友還記得嗎 就是在這上面 用毛線把它繞緊繞在這上面 然後如果你覺得已經夠大顆了 我們就可以把毛線剪掉 再把它蓋起來 接下來我們要拿出剪刀 把這個毛球製作器 中間沿著這中間把它剪開 接著我們拿出一根一樣顏色的白色毛線 然後沿著這中間把它卡進去 好 一邊拉緊 另外一邊也要拉緊 拉緊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中間呢 卡一個斜 把它綁緊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綁緊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毛球製作器把它打開來 像這樣子先把兩邊打開 然後這邊打開 然後再把這兩邊分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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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欸 你看好可愛喔 一個白酷酷的毛球完成了耶 哇 身體完成之後 我們要用同樣的方式 做一個黃色的小毛球 當作我們楊妹妹的頭頭喔 所以身體是白色的 頭頭是黃色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喔 所以呢 我們先把白色的身體拿出來 在這邊一樣把它的這個 上面的毛線剝開 剝開之後呢 我們擠上任用膠 好 擠好任用膠之後 我們要把黃色的這個毛線球呢 把它黏上去 黏起來 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幫楊妹妹做她的 頭上的這個毛髮喔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我們拿這個白色的毛線 好像這樣子纏繞喔 上下上下這樣子纏繞一天一天一天 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從中間用大母哥跟食指 捏起來 捏好之後呢 我們要把體重一邊的線頭呢 往中間繞一圈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喔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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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們稍微撥一撥 就像這樣有沒有很可愛 好 那做好事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她的頭髮黏在她的頭上 黏上去 哇 好可愛喔 她的瀏海做好了 那接下來咧 好 接下來她已經做好了頭 身體還有瀏海了 那現在我們要做楊妹妹的腳喔 楊妹妹有幾隻腳呢 有兩隻腳 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呢 先我們拿出一個 膚色的不織布像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呢 可以先用奇異筆 畫出一個順時針像這樣子 像一個問號一樣從這邊開始 然後畫到這邊 然後再把它連接起來 接著我們拿出剪刀 然後順著這個線呢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了 你看 兩個螺旋的楊妹妹彎彎的腳喔 好 那現在我們要把她的腳 黏在她的頭旁邊了 嘿 兩隻腳已經完成了 好可愛喔 兩邊都有腳了對不對 而且是螺旋狀的喔 好 現在呢 楊妹妹要吃草的話 一定要用眼睛看 草在哪裡對不對 那我們準備了兩顆 這個黑色的小豬豬 你看 好小一顆喔 它是小眼睛的楊妹妹 然後我們在這個臉的地方呢 擠上兩坨的絨膠 好了 眼睛連好了 好可愛喔 哇 楊妹妹已經差不多 完成身體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接下來呢 楊妹妹還要做她的腳 要叫美 美 美喔 所以呢 腳怎麼做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 楊色的布置布 形成像這樣子的小小螺旁方形 然後呢 灰色的布置布 顯出像這樣子 長條形 在中間呢 顯出一個小山洞 顯個小三角形喔 當作她的楊妹妹的蹄 那我們要把它組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先把 楊色的布置布捲起來 好 捲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底下任用膠做固定 把它捲起來收尾 好 捲好之後呢 我們再把剛剛灰色的 楊皮布置布給黏上去 可以繞一圈 好了 你看 像楊妹妹的腳就做好了 有沒有好可愛 所以同樣的方法 我們要做四隻腳喔 好 那四隻腳都做好了 之後呢 就在這邊 我們要把它跟楊妹妹的身體 組合在一起了 好 那現在把楊妹妹拿出來 然後呢 把楊妹妹下面的地方呢 四個腳的位置撥開來 然後放一隻腳上去 黏起來 好 像這樣子黏喔 然後一隻腳就好了 那四隻腳都要黏 都黏好之後會變什麼樣子呢 好 都黏好之後 就變這個樣子了 哇 你看 胖嘟嘟的楊妹妹 有眼睛 還有小頭髮 而且下面還有四隻腳喔 而且呢 我今天還做了 另外一個楊妹妹的好朋友 就是乳牛 你看 這是乳牛 好可愛喔 做法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 你只要拿出毛球製作器 然後先繞上白色的 然後再混上一些黑色的毛線 像她的臉的地方呢 我就混上了一些這種淡淡的粉紅色 對不對 看起來很像她的嘴巴 然後呢 用不知不解除她的腳 還有她的耳朵 這樣子 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做出不一樣的造型的乳牛喔 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哇 雅妹妹 還有 妞妹妹 都好可愛喔 小朋友可以自己對家庭做看唷 那我們現在趕快一起去做點心吧 好 Let's go Yeah 哈哈哈哈 我看起一口 再讓她不到我 金黃色的紅紅的小太陽說 哈囉 褲子下著肉鬍 天天現在某某 準備好你的小小和男女舉手 歡迎光臨東波波西摸摸餐廳 好 歡迎我們今天可愛的小客人 第一位是江頭 歡迎江頭 哈囉 我是江頭 嗨 江頭 你們好 好 好 那歡迎第二位小客人 雲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雲心 哇 好有精神喔 好酷喔 然後很酷耶 好 第三位是姿余 哈囉 歡迎姿余 好棒 認認了姿余 好 那今天我們要做不同的點心 給小朋友吃喔 郭郭姐姐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一定要做的啦 這個食材很珍貴喔 是乾淚燒賣 小朋友想不想吃吃看 好 那 引起肉汁的迴響喔 那今天冒冒弟弟就是來教大家做這個 翻炊燒賣 首先我們要準備300克的 小肉 欸 腳肉準備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放二分之一小池的砂糖喔 好 把二分之一小池的砂糖放進去 接著再放鹽二分之一小池 二分之一小池的鹽巴 好 調在上面 好 然後呢 再加入黑胡椒少許 因為我叫小朋友都不太愛吃辣 所以我加一點點就好了 再來 還有這個蘿熱液 讓它有點香味喔 好 調在上面 好 像這樣子用好之後呢 這就是我們幫肉的調味 那先冒冒姐姐幫她按摩一下喔 那按摩按摩之後 我們先看蘋果姐姐要做什麼呢 好 蘋果姐姐要做的是蘋果桑肉 所以呢 我剛剛說過 裡面有兩個重要的食材喔 一個綠色的 你們猜猜看 這是什麼菜 菠菜 太棒了 答對了 雲青答對了 讓雲青你知道嗎 有一部卡通叫做大粒水手 對不對 用的什麼 有 吃了菠菜之後就會變成大粒水手 你比一個大粒水手的樣子 好厲害喔 要多吃菠菜呢 就會變得像雲青一樣強壯喔 好 那我今天要做菠菠湯麥 當然就要準備了水餃皮囉 然後在中間呢 我們要包一些絞肉 就是剛剛菠菠姐姐做好的這個絞肉 我們用小湯匙呢 像這樣子 調一個圓圓的 像這樣子把它壓成圓圓的 放在中間 好 不用包的太多喔 好 像這樣子 那用你的手指頭呢 沾水之後呢 在這個四個點呢 點上小水滴 像這樣子 沾水 然後 在這個對面跟對面的點中間呢 我們把它捏起來 像這樣子 用力壓 它們就黏在一起囉 好 另外一邊的話 用一樣的方法 好 捏好之後就會像這樣子了 好 像這樣子 那先生有沒有看起來像一朵小花 有沒有 有 好 那我們現在在小花裡面呢 放入一些菠菜 像我要在這邊呢 放入綠色的菠菜 好 其他對面的地方呢 一樣放入綠色的菠菜 那另外一邊呢 我要填上胡蘿蔔 小朋友喜不喜歡吃胡蘿蔔 喜歡 哇 今天的三個小朋友 真的是很不飄行喔 很辣 好 那我把胡蘿蔔 放在對角線的地方 跟菠菜一樣 好 那你們仔細看看 哇 我的菠果燒賣 是不是看起來 有兩種不一樣的顏色啊 是不是 對 看起來像一朵什麼 哇 對 看又可口又好吃 而且呢 它的形狀也非常有創意 對不對 對 好 那說到這個菠菜啊 聽說有很棒的地方喔 我們來聽聽看達人怎麼說 POPPOPILE CELLAMENT POPILE CELLAMENT 大家好 我是大力水手 你們知道我們水手 想要很有力氣要吃什麼嗎 答對了 就是菠菜 說到這個菠菜啊 它裡面還有非常豐富的紋身素 它可以治療 而且最重要的是 菠菜裡面還有一種 燙菌的成分叫做皂肝 它可以舒緩我們的腸胃 讓我們的便便通常 也就可以舒緩便秘喔 而且菠菜還可以治療 腸尿病 肺結核 高血壓 夜盲症 還有結膜炎 你看 它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還有還有 它還具有 羊血的功能 它對於治療品血啊 是非常有用的喔 說來說去 怎麼這個菠菜 好像跟力氣大都沒有關係呢 怎麼會沒有關係 只要吃了菠菜 就會很有營養 有營養身體就會健康 健康就會有力氣啊 好 接下來看看 萌萌姐姐要做些什麼 好 那今天我燒賣的形狀 是我們一般吃到燒賣同樣的形狀喔 所以我們手手來 先握一個圈圈 仔細看好了 然後把這個水餃皮放在上面 壓一壓 壓一壓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這個絞肉呢 瓦一小匙放在裡面囉 好 放進去 壓好之後呢 我們的邊邊要沾一下水 要沾一點水 讓它呢 可以這樣子比較好捏 就像包腿腳一樣喔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捏起來 打開一點點之後呢 接著我們要放入火腿 小朋友喜不喜歡吃火腿 太好了 沒錯 就是這火紅紅的腿 叫火腿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上面 好 炒上去之後呢 要加入我們今天的主角囉 就是這個 是什麼貝 干貝 沒錯 哇 這干貝呢 我已經之前把它這個煮軟了 我們現在就拿一顆干貝 把它塞進去 塞到裡面 這樣多多幾個就可以囉 做好菜 你就放在電鍋裡面去蒸 記得在外鍋加一杯水蒸好囉 好 我的乾貝呢 是任何人都喜歡吃喔 連莫莫都喜歡吃 而且你們看喔 我剛剛跟莫莫姐姐用一樣的方法 把它放在電鍋裡面 然後在電鍋的外鍋裡面 加一杯的水 你們看 是不是蒸出來之後 還像是一朵花一樣對不對 對 耶 那我的乾貝燒奶也蒸好了喔 哇 這乾貝看起來好可口喔 可是小朋友 你知道乾貝有什麼值得推薦的地方嗎 你踩這邊看 達人怎麼說 哇 大海真是多豆瓣 有這麼多可口的食材 你問我最喜歡哪一種喔 當然就是這個乾貝囉 因為這個乾貝啊 經過溫暖的太陽一曬 而且綜合這個海中的精華 都融入這個小小乾貝的世界裡 吃起來真是鮮甜又可口 而且乾貝 不管當作主食或是小菜 都非常的特別喔 它可以拿來 煮飯 燉燉 燉包湯 只要你在一整鍋裡面 加入幾顆這個乾貝呢 整鍋都鮮甜美味 到你像上午天堂 所以啊 這個乾貝 可說是 海中的景品 一點也不誇張 而且這個乾貝呢 又稱為 就像我們平常吃這個 貝殼類有沒有 裡面有個原住體的這個肉 很難吃下來嘛 這個東西就叫做 這個貝殼機啊 你要想想 有多大的貝殼 才會有 這樣大的貝殼機 所以啦 在這邊告訴你們 越大的干貝 就越珍貴喔 聽說今天冒冒姐姐 選用了這個干貝當主食 嘿 你好厲害喔 所以大家選擇貝 說沒錯 好 那我們都做好了 小朋友想不想吃 想 太好了 那現在就趕快進行我們的 吃吃吃吃吃 看到了 小朋友有沒有想要趕快吃到 我們今天做不同口味的燒麥 有沒有 有 太好了 那我們今天先來吃誰的咧 那先吃蘋果姐魚做的 蘋果姐姐做的這個叫什麼燒麥 一起說 蘋果燒麥 對 就蘋果燒麥喔 好 來我們來吃有兩種顏色 像一朵花的 你看原青一口就吃掉了耶 蘋果燒麥耶 原青來告訴大家 蘋果姐姐做這個蘋果燒麥 有沒有覺得這個菠菜還有胡蘿蔔 交在一起 一點都不會吃到青菜的味道 有 不用勉強 不用勉強 沒有 你看他一臉誠懇的樣子 像是會說好的人嗎 好 好 我們看 家瑋童節的好吃嗎 好吃 真的喔 好開心 謝謝你們那麼恐慌 那我來問芝瑋妹妹 你覺得這好不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看到你這個醬油膏在這邊 就知道你剛剛吃得很好吃 很大 好 那現在已經吃過 蘋果燒麥 來吃這個形狀看起來有點普通 有什麼味道 這個可是最特別 就有珍貴食材的干貝燒麥 來 我們來吃吃看干貝燒麥好不好 好 來吃吃看 來吃冒冒姐姐做的喔 好 來趕快吃一口 可以吃那個 好像醬油在大海裡面 醬 還特別的醬菜 好好吃喔 那我來問問看家童好了 家童 你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對不對 好吃對不對 我個人很實在耶 家童 我相信這個雲心應該是最好吃的 雲心妳覺得怎麼樣 好不好 不錯 妳聽到了沒有 一個是好吃 一個是不錯而已 不是吧 不錯也是好吃的意思對不對 就是一點點好吃的意思了 我相信不會吧 好 那我來看看芝瑋 芝瑋妳覺得莫瑋姐姐是這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 那現在小朋友兩種口味都已經吃過了 下到了我們的投票時間了 來趕快把投票拿好喔 好 來我們等一下再繼續吃 我們先來投票 一起來倒數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請舉牌 有拖定圖 好練習喔 好 我剛剛好聽喔 是 明星哥哥 這次太誠客了 謝謝你 耶 媽媽滴姐獲勝了 等待了等待 好 好 沒問題 下次一定會加錢 因為現在就要吃水餃 還有這個燒賣 好 那謝謝今天的小朋友 好開心喔 那等一下就繼續我們的 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咧 就是這個刀子 然後這個刀子是新的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比賽 來快選吧 好 選到石頭布 夾手布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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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前我有禱告 請全神多多見過我 好沒關係 倒數計時60秒開始 好這個呢可以當作那個牙刀 最前呢還可以當作鐵毛燒 哇 冰冰 鐵毛燒是 然後可以當作那個小型的計程機 對 還可以當作那個呢 火法 火法是有理性的火法 小型的電動 好開心喔 真心懂小型的走 我怕 這個可以當作那個人貓 你看看 是這白癢癢的火光燒 我還知道一個 小提琴的那種 弦 雙把 還有還有還有 這個這個給我 給我給我 那個體操選手的那個有沒有 啥啥啥啥 我還做兩個可以當作 鼓燈的那個敲打的棒 對 對 還有這個還可以當作那個有沒有 是小型的沙紗 這一樣是沙紗 不是 什麼 一樣是沙紗 沙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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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好緊張 好累 時間到了 我這又想不到了 塑膠花 6比6 6 好緊張喔 我知道了 這還可以裝作那個復古麥克風有沒有 真的 好喲 可是總是在最後從前搶到 因為剛剛很緊張 有時候都會忘記 沒關係 小朋友講得大聲一點 沒錯 那小朋友如果你有更好的答案 或更好的建議 也可以上我們的網站留言給我們喔 記得要同一時間收看 等摩摩 習摩摩 下次見 拜拜